4月1日 有一名叫李维敖的网友继续报张继科的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李维敖发文称 张继科曾承认过给他人看过其中一段视频 不过后来张继科也没有换新500万债务 倩条依然在债主手中 紧接着 另一位网友发文称 他知道更多信息 称张继科曾经还接过景田上千万没有归还 当时南方海一买婚房为由借的钱 其实该网友早在2021年就爆料过 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奔波 该网友还透露 这件事还牵扯到三名女星 分别是袁珊珊等杀叶一片 袁珊珊的钱好在最终追了回来 而电莎曾经问过景田关于张继科的事 最后张继科并没有还钱 很显然几人都知道此事 景田还曾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在2019年遇到一件大事 对他影响很大 不知道是否与这件事有关 随后有媒体联系张继科 询问他到底有没有发照片和欠债 张继科却突然挂掉了电话 此前张继科工作室联系发布两条声明否认 景田方并没有回应 具体真相有待考究 最后也希望大家谨慎之瓜 对此你怎么看呢